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儘管普折天奴和聖日耳門的合約要到2023年6月才到期 但關於他下課的傳聞早已被傳媒炒得忽忽揚揚 有些消息指乾地、穆達、斯丹都有可能接過的教鞭 前佛國國腳拿斯尼日前在接受Carroll足球球會節目採訪時表示 斯丹不會因為馬賽和聖日耳門之間的恩怨而拒絕職教聖日耳門 畢竟他還未為馬賽效力過 拿斯尼日表示,斯丹從未效力過馬賽 沒有請他們停止和關於馬賽和聖日耳門之間恩怨的討論 當時有恩怨是因為兩支球隊在90年代的時候處於同一個水準 而現在兩家球會已經完全不是同一個級別 講馬賽和聖日耳門之間有競爭 還不如說李昂和聖日耳門之間有競爭 斯丹不會因為這一點而拒絕聖日耳門 就目前媒體討論到哪個主稅都是高水準有靈力的主稅 現在聖日耳門首先需要改變的是主稅掌控整支球隊的方式 這一點在確定申稅之前要得到解決 否則請再大牌的主稅都是浪費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